随着2024选举日益临近 面对岛内六成民众希望下架民进党的主流民意 赖庆德近日频频试图利用所谓台独话题 以及暴冲暴论的情绪化表现来吸引选民 这进一步加重了各界对其所谓台独主张的忧虑 一场名为台湾选情与两岸关系前景 线上研讨会3号登场 众多台湾学者齐聚讨论台湾选情和未来抉择 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丁仁芳直言 赖庆德个性非常固执 对两岸关系的认识非常不清楚 对两岸情势的判断偏离现在的两岸关系大方向 赖庆德如果上台 推动所谓台独的可能性很大 岛内人士普遍对赖庆德的所谓显性台独特征感到担忧 事实上在近来几场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 证件发表电视辩论上 赖庆德的暴冲言论已经越来越无遮拦 他开始肆无忌惮地打所谓抗中保台牌 其台独本质暴露无遗 台湾民众党部分区民代候选人 科办发言人陈志涵三号表示 赖庆德的台独思想恐怕会为台湾带来灾难 过去所谓的不同 不独 不武 所谓的现在的平衡的原则 你要把它破坏吗 这样子的领导人 你到底要把台湾带到哪里去 要为台湾带来什么样的灾难 陈志涵指出 美国两岸问题专家葛莱仪等三位重量级学者 日前在外交事务期刊联名发表文章 呼吁赖庆德若当选 应考虑冻结民进党台独党纲 并且应克尊台湾地区限制性规定 以及所谓两岸关系条例 而赖庆德竞选办公室口头承诺遵守 但赖庆德却公然声称 台湾地区限制性规定 是台湾的灾难打脸自家办公室 他在辩论会上的时候 又不惜向他的这个意识形态靠拢 而且呢透露出他的台独思想 摇摇摆摆 其实已经破坏了两岸的区域 还有和平稳定的关系 麻烦 4万珍 1万珍